今天这个比赛打得挺积极主动的 总结一下吧 对 因为今天也是第二场 然后也是总结 昨天可能一上来进入状态稍微慢了一些 然后今天就是一上来调动得比较快 然后但是我觉得在第三局的时候 6比3领先还是那几个球没有扣得很细吧 然后导致那一局输了 然后后面就相对正常一些 正好我还是想问你一下第三局的情况 你都已经总结了 对 就是第三局的时候6比3他叫了一个暂停 然后上局的时候 就是几个出手有一点随意 包括在抠球上我觉得也是没有那么细吧 然后打到最后就是被追平反而稍微有一点紧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下一场比赛 一定要每一分都扣得很紧吧 下一场比赛对一头又对一头 下一轮比赛又对一头 就谈谈这个吧 就是几天之后又对他 也挺期待跟他再一次去打 然后希望我觉得也是没打多久嘛 然后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挺熟悉的 但是可能在一些激战术方面还需要重新的去布置 然后重新去准备 然后我觉得从心态上还是去拼他吧 然后因为上一次多多少少赢的有一些侥幸 所以下一次我觉得一定不能去侥幸吧 还是去全力去拼他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